我们来聊聊如何正确对待你的伴侣 和解读所谓的亲密关系 首先我们先来一起戳破一个十分荒谬的说法 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个专属于你的所谓对的人 这种说法在底层上是基于一种幻想 那就是能有一个人可以完美并且永久的满足着你的各种需求 但是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存在呢 不信你就审视一下你自己 你这辈子有没有百分之百的满足过任何一个人的需求呢 包括你的爱人朋友父母和子女 你做不到这世界上同样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到 所以你想要在亲密关系当中体验到真爱 首先就得认识到这个说法就是在胡作八道 不得不说由于人类越来越多的认同于自己的思维 所以今天大部分的亲密关系 并不是扎根于本体之中 而是无意识地以自己的小我为主导 双方在一起的目的 只是可以彼此地向对方不断地榨取甜蜜 快乐和安全感 于是呢 这样就成为了大家痛苦的根源 并且导致了在亲密关系之中的问题和冲突 然而我想说的是 存在于这个关系当中的危机 并不仅仅代表着负面和危险 它同样蕴藏着让你觉醒和灵魂提升的机会 如果你现在的爱情关系 让你不断地陷入到无意识的自我模式之下 让你痛苦不堪 那你首先应该做的就是 与你的关系共存 而不是逃避 对抗 批评 然后不断地幻想能够透过拥有下一段感情 去取得你所谓的真爱 要我说的话 你现在碰到的这段 你觉得不幸福的感情关系 就是需要你透过提升觉知 去修行 去超越你觉得不幸福的感觉 这就是属于你当下的人生功课 如果你不在此处完成了超越和突破 那么你将会一直被困在一个又一个的关系当中 不断地受苦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有一些人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分手 离婚 受伤 或者在一段关系当中苦苦煎熬和挣扎直到老去 因为你学不会正确面对亲密关系的意义 处理亲密关系当中可能出现了问题 就像你不认真地学会游泳 却告诉自己 应该是这个泳池不好 我换个泳池 应该就会游了 这个呢 是不切实际的 在每一段感情 过了充满多巴胺的热恋期后 都是会迎来各种不同的问题的 你不学会亲密关系背后真正的意义 那么换再多的伴侣 都是一样的 最终一定会不欢而上 事实上 当你觉知到你和你的伴侣的关系不和谐 并且你可以承认 和接纳这种不和谐时 通过你的觉知 你临在当下的意识就会产生 然后随之而来 你们的这种不和谐 便会在无形之中开始转化 当你觉知到自己变得不平和 那这份觉知 就会帮助你创造出一个安静的空间 然后 它会用爱和临在的力量 去转化这些不平和 从而将你的不平和转化为平静 这就是觉知的力量 记住 只要涉及了内在的转化 你就千万不能让你的大脑去想些什么 让你的头脑层面 操控你这个肉人去做些什么 事实上 透过头脑 你什么也不能够改变 你所能够做的 就是只有为这种转化 创造出一个安静的空间 然后让转化自己发生 让真爱和自由意识的能量照进来 这就是你需要参悟到的最重要的一点 所以 无论在任何时候 在你们关系当中的不和谐 将你和你伴侣的无意识 或者说疯狂的小我给带出来的时候 请你不要在第一时间觉得沮丧和失望 相反 你应该觉得挺欣慰的 因为你和他的无意识 就要暴露在你的觉知之下了 而这个就是你觉醒的机会 无论如何 一定要保持对当下这一刻的觉知 尤其对你的念头 还有你的评判和情绪 比如你此刻嫉妒了 那就感知你现在的嫉妒 如果你此刻愤怒了 那就感知你现在的愤怒 如果你恐惧失去 就感知这份恐惧 如果你因为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失望 那就感知这份失望 你怀疑和不信任对方 无论任何的情绪和念头 不管是什么 请首先承认 在那一刻 它是真实的发生 一定要让自己拥有 和掌握这份觉知力 如果你觉知到了你的伴侣 进入到了无意识的行为 不要对他进行任何的评判 不要让情绪升值 请在第一时间 用你的爱和自由意志 去承认和接纳这个事实 那这样 你就成功地守住了当下 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一步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因为你一旦如此做了 就不会再对他做出反应 相反 你一旦对伴侣的无意识行为 做出反应 哪怕只是在你的头脑里 以思维活动的方式进行了回应 那么 你自己就会同样的变得无意识 随之而来的 就是你的小我的各种习惯化 自动化的无意识的行为 你们的关系就是这样一步一步 从甜蜜满足走向失望和崩溃的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只要你还能够让自己记得去觉知你的反应 哪怕是后知后觉 那么 你就依然不会迷失在糟糕的低频的关系 仍然可以再重新转化它 而这就是你在两性关系当中的实修 这就是你在两性关系当中的功课 记住了 爱情关系不是用来使你满足和快乐的 如果你想透过一段关系来获得拯救 那么 你将注定一次又一次的遭受挫折 但是 如果你能够承认爱情关系 不是为了让你更幸福更快乐 而是一次让你变得更有意识 获得觉醒的宝贵机缘和机会 那么恭喜你 这就是你和你的爱情关系开始转化的起点 好 那么我们再回到内在提升上面 如果你发现你的伴侣不合作 也不认同与你正在做的事 你正在走的路 请不要去抱怨你们的不同品 以及你对他的失望 记住 你自己的开悟和觉醒 不需要去等待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 都变得有这个意识 因为这是你自己的事 与这个世界无关 当你开始指责对方无意识行为的时候 很遗憾 你已经开始变得无意识 从你开始针入的那一刻起 你就已经认同了你的思维 你不仅在为你的思维辩护 你还在为了你的小我的自我感变 这个时候占主导地位的已经不再是你 而是你的习惯 你的小我 你已经失去了和当下的链接 你已经没有意识了 那么问题来了 当你的伴侣做出无意识的行为时 你应该怎么办 其实答案很简单 就越是这个时候 你就越应该全然的专注于自己的内在 放下所有的思维和评判 因为他们不是把对方的本体和无意识混为一谈 就是把你的无意识投射在对方的身上 这注定不会有好的结果 注意我所说的放下评判 指的是看见和承认对方的无意识行为 但是不做出任何的反应和判断 只要你能够体悟到这个心法的奥妙所在 并且不断地在你的关系当中去实践它 你就会发现它可以让你完全的从自动化反应当中解放出来 即使你会对办理的无意识做出一定的反应 但是你在全部的过程当中都保持觉知的话 这个觉知就会创造出一个宁静的空间 让你成为一个安静的观察者 这种觉知不会否认痛苦 但是它会超越痛苦 会允许痛苦的存在 并且同时转化痛苦 闭上眼用心去体会 允许并接受每一件事情的发生 然后转化每一件事情 这就是你和你的亲密关系升级和转化的关键 记住 你不是在和黑暗作战 而是将光明带进黑暗之中 你不是向幻象做出反应 而是在发现幻象的时候 觉知和洞察它 你带着你的觉知 就会有可能为真爱的降临 创造一个安静的空间 而这就是你和你爱情关系转化的最好的催化剂 相信我 如果你每次都可以这么做 那么你的伴侣很快就会开始 逐渐的无法以无意识的形态和你相处 因为无意识的低频能量 和当下临在的高危能量 根本无法长久的共存 没错 你的转化注定也会在无形之中 引导和影响着对方也发生转化 之所以你看不到这一刻的发生 是因为你根本做不到以上我所说的 每一次你都会在第一时间做出头脑思维的反应和评判 不是吗 当然了 你也应该学会在不责备不评判对方 提起了觉知的情况下 去表达你的感受 当你可以真正体悟到我今天所说的内容 并且将它运用到了你生活当中 那么自然而然的 你和你的伴侣将不再反映彼此的痛苦和无意识 不再满足你们互相依赖上瘾的小我需求 而是开始反映彼此内在深层的爱 这份爱呢 是来自于你内在与万物一体的慈悲之心 这就是我所说的没有对立面的爱 还有 请你务必要搞清楚一点 那就是当你自己开始从思维和痛苦解放出来 而你的伴侣却没有时 一定要记住 这个巨大的挑战和功课 是他的而不是你的 因为对他来说 与一个高维的 有意识的人相处并不容易 他的习惯和小我 会随时感受到巨大的威胁 小我本身呢 就需要不断地去制造各种问题 冲突和敌人 因为他就是依赖于这些东西才能存在的 请允许对方在你之后 有一个转化的过程 并且给对方一些时间 最后 既然你自己的提升和转化 同时也带给了你一个伴侣 觉醒的机会 那么你还等什么 赶紧去成就和体验这种 没有对立面的真爱吧